好了 时间到了 我现在准备开始讲了 这个好长时间也没在这个群里讲了 挺不好意思的 这个 但是今天这个讲这个题目呢 这个讲孙中山啊 是一个命题作文 这个我这辈子干的就是最 干的最不好的事 或者最不擅长干的事 就是命题作文 但是呢 你们还老过命题 好几次讲课都是给我命题 这次的命题也是不太容易讲 其实孙中山呢 这个怎么说呢 反正我今天讲的 你们大家就听听就算了 不要那个太当真啊 不要认为我这个讲的就是什么真理什么的 就是说反正有问题 大家就绝绝一起讨论就完了 孙中山的这个事呢 其实他本身不难 就孙中山这点事呢 大家都摆在都摆在面上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历史记录啊 比较这个比较乱 因为这个 有的这个历史的事实呢 是这个 这个我党一家在改 或者在创造 这个但是这个呢 孙中山这个事呢 就是两家 国民党那边就在 就已经在改 啊 就已经在创造 所以呢 而且你看到国民党那个提到这个 啊 孙中山那些 包括那些他们的回忆录什么的 都是 都是用一种非常小心的那种口吻来说话 所以说这个 这个历史呢 就是说 就是你要是一个历史 经过两家的这么 有意的在在在改 这个就是比较乱 所以说 呃 现在我们呈现的一个形象呢 孙中山呢 神就是一个神 这个 你要讲神呢 反正是 呃 你 现在因为因为今天呢 你 因为人们 一提到孙中山呢 反正就是三民主义 呃 三民主义呢 还有这个民权内容 我也觉得 民权主义嘛 完了那个 好像民主宪政了 也是孙中山的主张 呃 所以说呢 好多 好多这个自由派的人 也认为孙中山是不错的 所以有一次 就一次我记得 好像在参加荣建的一个什么 一个会 一个会上 那个我 对孙中山那个 当时有一点小小的不敬 反正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 呃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是什么呢 你要是把它变成一个 呃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那个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呢 要是太 要所有人都都用这个非常恭敬的眼 这种眼神或者恭敬的语调 在讲这个人的故事的话 就很麻烦 那怎么说呢 就这个人这个这个这个事呢 就走到今天就不真了 就不真了 那形象呢 就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带有这个太多光环的这个形象 那么对于做历史来说 就是我们不太我们不太喜欢这样这样的光环 这样的光环太多了呢 这个这个啊 这个历史的真实就 至少在我看来就就不是一种回事啊 不那种回事了 但是我相信大家今天呢 反正是能够呃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听这个能听我讲座的人嘛 大家可能那个价值观都差不多 呃 你你不管就是怎么样的 反正是大家至少不不不至于拿棒的 把我一动乱捶啊 所以下面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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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讲了 这个孙生山这个人呢 他是这样的 就是他呢 其实呃 这个他本身呢 呃 不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 我我一直 我是我是看过他的这个就是他过不少人写的的传记 我也看过一个相应的就是死料 因为孙生山死料也是很集中 虽然他们经过筛选啊 但是还有就太多的东西在这放的呢 就是这个人从开始就不是一个特别杰出的人物 就不是一个天才啊 他他身上一点天才意味都没有 他呢是这样的 他们家呢就是一个客家人在广东的客家人 我们在广东客家人是比较受气的 就至少你的就连科举啊 你都比较受一次就是都考科举都受歧视 因为你要你必须得去考那个客级的那个啊那个考试 不是不是客级考试就是你你你你必须有个客级名额你才可以上 客家人人又不少但是人人其实很多 但是客级那个名额就很少 加上那个一般客客客客家人都是晚来的嘛 所以他们都是晚都晚到着啊 所以好地方呢那时候都被人家普及人赞了 所以客家人挺受气的 所以客家人很多都都出国了啊出国了啊出国去啊去谋生去了 这个孙娘呢也是就是他的他的哥哥这个孙妹啊 他就去了这个台湘山啊台湘山跑得很远 一般呢当时广东的客家人出去一般都是去南洋 但是他跑他哥跑得很远台湘山 台湘山就发了点小财 呃然后呢就回到就然后呢这样他们家就生活就改善了 他就可以呢就深山的就可以上食俗 食俗上差不多了呢 他哥哥又把他接到台湘山去上中学啊 他在他实际上的他的中学教育呢 实际上是是是英语教育 虽然那时候台湘山还不是美国的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啊 他已经是美国是支持美国的一个呃一个领袖啊 他并不是美国本土 但是呢已经是在已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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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教育了 按照理说一般台湘山的在台湘山上中学的人呢 要不然就是当地就业 要不然呢就去哪呢就去美国深照 去稍微好一点的学生都去美国深照 但孙山的没有 孙山的就去了回了 回了以后去了香港 香港那个时候的教育整个的呃 就是他在呃 就是在晚清的时候这个香港的教育基本都谈不上 教育还是基本是一一片荒芜啊 一片荒芜啊 我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像有一些书院啊 香港当时在还有些书院那些书院呢你到底是说什么水水准的 他是大专呢还是中专呢还是这个大学本科都谈不上吧就是书院那时候有个西书院 他又进去学医去了啊 啊学医去了 学医之后呢 学成之后呢 他说他 然后就自称为博士 因为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那个香港的西书院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授予人这个博士学位的 那孙文山一直就是一直就是孙玉仙博士 孙玉仙博士啊 但他这个博士就是呃 他就是因为他上了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西书院 这个西书院后来就呃 病入了港大啊 所以港大也现在也认为我们孙玉仙是我们的校友啊 当然这个港大当然是可以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 但是那个那个书院能不能授予我觉得是 我 我不但呃 然后呢他学生之后呢就回回国了 回国以后呢 呃因为在本土当时那个时候中国的西义还是没有成 气候人都不信他们 完了这个澳门在澳门行医 在澳门行医呢也没有 即使是澳门人澳门的中国人呢也不太信西义 那个时候都是 那个时候就是西义的天下就是中义的天下 西义呢呃本身呃 西义不受接触 不受不受代言的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西本身那个时候西还不够发达 就好多呃 好多药都没有发明 好多手术都不知道 就是整个西义的也是在这个比较幼稚的状态 呃再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呢 对这种养鬼子玩这种东西呢都不太信任 因为你动不动就动刀啊 就不太就从骨子里就不信任 所以呢他实际上在这个行医这几年的实际上过得就是很不好 就是没活出名堂来 呃 那个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后来呃 就是 那个 不是那个 曾国藩那个刘 刘美佑同中有一个叫黄宽的人 啊 他在美国学了医 后来也回到澳门 黄宽就 就干出名堂来了 他就成了一个 应该是很有名的这个西义 但是呢 我估计孙山当时一方面呢 他的这个 他的手臂可能也不太近啊 再一方面呢的确是中国人对西义比较歧视 所以他一直就很就很就就就不太得志啊 就没有混出名堂来啊 就虽然 虽然他的传记中也经常说他怎么怎么救死扶伤 但是确实找不出几个找不出什么像样的案例出来啊 然后呢他就开始想从事嘛 啊 我们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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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这个这个事呢 就比较比较比较有意思 什么意思呢 说1894年啊 就是家务战争前夕 他投书这个李鸿章 这份投书呢是有的 是有文本的我也看过了 这份投书呢是一个 纯粹就是一个 啊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年轻人 就是跟跟跟那个朝鲜大员在讲怎么改良啊 就怎么改革政治 但是这个改良的文本呢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没劲 就是老基本都是老生常谈啊 就即使是一谈政治改革 就这样的文本啊 呃 也也不是太也不是太 就是也不是太触摸 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吸引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文本送上去以后呢 呃 这封信送上去以后呢 这个李鸿章没有反应 然后他这个时候也就到了天津了 想见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你这个信写的这么这么差 是吧 李鸿章也不见了 李鸿章当时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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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但是有很多很多这种能人 就是和信通吸血的人很多的 好多呢 李鸿章当时的幕僚中是全国这个最优秀分子的一个大集合 就是他属于就是 就他当时就是就是一个北洋班底 就是老北洋班底 这老北洋班底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在天津的北洋大臣的衙门 那个班那个幕僚班子是很厉害的 所以像孙文山这样的根本就是就是谈不上 你说你你到底拿出什么东西来 要不就是你吸血很厉害 对吧 你拿出你拿出一个东西来 要不你就中学很厉害 要不你就很会谋略 这个呢 孙文山当时那个就是那封信呢 就什么都谈不上 啊根本拿不上 所以呢 他就嗯 李鸿章就没见他 李鸿章没见他就很奇怪 转过年来他就开始革命 就开始想暴动 就说他他他一生中第一次起义 就是就是他又他说他搞了一个信中会 信中会 信中会的反正都是他说的 他说的 但是呢 这个这次起义他真的是想搞了 是不是他先搞了信中会再搞起义 还是搞了起义再搞信中会 反正就是他最早开始反性革命了 啊 就是就是你你时间其实就几个月功夫 这个人就发生了180度的转慢 开始就是想啊通过这种改良的建议啊 然后呢 争取这个这个李鸿章的赏识 然后进入李鸿章的幕僚啊 是走着这样一个啊 那就是一种呃非常温和的道路啊 然后呢人家就不大意他 然后转身就革命了 然后就革命了 当然这场革命呢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半段就就被蜻蜓给破坏了 啊这些人搞的比较糙 比较糙 就是在香港和广州两地的酝酿这场暴动 结果没搞成就失败了啊 对了 然后他就跑到他就去跑到英国去了 英国去了 到英国之后呢 他就是有了一次非常意外的收获 什么收获呢 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听到 他这个因为这革命不成功他被通缉了 当时当时清廷这个档案中写的这个孙文啊 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文章的文 是三角水的文 因为清廷把他当把他当作一种海海 一种江山大道啊 江山大道嘛 你就他的这个名字经常会被丑化 就是三角水这个文 他的名字就是孙文就是这个文 他呢就已经就在在绑上 就是你是在通缉绑上了 这家伙呢到英国呢 有他有他也没有他也没啥在他 他也不定他也并不在乎什么 这个时候就被清被清清政府的这个 驻英国的使馆发现了 完了他们就那帮人就又又骗他 说你这个啊 说要他这个啊 干件什么事 然后就吸着不动把他骗到了 死网里头就把他关起来 这个事本身啊 这个对于清政府的人来说 他们的确很多人不懂英国的法律 在英国的法律 说你你一个使馆人员是不能随便抓人的啊 你这个是为严重违法 但是他们说你这个 我们看到了通缉犯我们就啊就把他抓了 然后把他在车上送回中国也无所谓啊 就是萨迦水那个文 他的名字就是孙文就是那个文 他呢就已经就在在绑上 就是你是在通缉绑上了 这家伙呢到英国呢 又他有他也没有他也没啥在 他也不定他也并不在乎什么 这个时候就被清被清清政府的这个驻英国的使馆发现了 完了他们就那帮人就又又骗他 说你这个啊说要他这个啊干件什么事 然后就稀里糊涂把他骗到了死网里头 就把他关起来 这个事本身啊 这个对于清政府的人来说 他们的确很多人不懂英国的法律 英国的法律说你你你一个使馆人员是不能随便抓人的啊 你这个是为严重违法 但是他们说你这个我们看到了冲击犯我们就啊就把他抓了 然后把他在车上送回中国也无所谓啊 当年的清清清清的对国际法的这个了解 而且包括使馆人员也不是都这个 只有一点点的皮毛 对英国本本土的法律就更更苦更稀里糊涂了 所以他们就是啊更没在乎这事儿 然后呢就把他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呢 这个孙中山一看他是不好 然后就想方设法啊 就是那时候关他看他也不严也不严 就送信出来 他送正好他的老师就是他的 就在这个香港习医学院老师也在英国 就把这信给送出去了 他老师知道了之后呢 马上就把这事给捅到报街 报街一报道呢外头来新记者一来 这个这个这个英国政府就不得不干预啊 因为一干预他就说你就被释放了 被释放之后马上他就报个大名 原来是一个极其无名的啊 中国这个华侨青年 等一下变成了一个啊 这个革命家 亲亲亲亲亲国的革命家啊 而且还懂英语啊 懂英语一下子让人家这个让这帮这个这个媒体 就是很感兴趣 于是从此以后孙中山就以前 此前孙中山这次战的根本就没人知道他 这一下子就扬名海外了啊 这个这一次就是伦敦蒙难记 后来他写了一个伦敦蒙难记 但是这个事情他写了伦敦蒙难记呢 就好多好多破绽 但是至少这个伦敦蒙难这个事呢 让他这个让他因祸得福啊 从此以后他又成了一个啊 有名的亲国的革命家 亲国革命家没有第二人 只有他一个 所以说呢 所以就就就就就就就 一下子就很火很火啊 你还在那时候没有网子 那个谁有有媒体媒体红 你只要成为红人的话 你就有很多便利 就可以办了 所以孙中山从此以后 实际上他 后来一直到同盟会期间 他都是这个革命党中 是一个最能目前的手 就是他这个大金主 他总的搞钱 总会有人些 悟命而来会的 送钱啊 送钱 或者他去搞钱的时候 他去他去他去目前的时候 他就方便一点 你这个一方面呢 他的确他是客家人 呃在海外的两广的客家人不少 所以他都是相信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他呢确实是他有这个名称 他有一个这个清国革命家的名声啊 然后呢 他就搞来钱 就也接着在中国境内发动起义 发动起义 但是这个时候的起义啊 基本上是 就是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动静 就是没 他自己也说没人搭理我们 没人搭理我们 就是他顶多顶多 就是能够花钱买一些会党 就是当时的一些帮会 也就是我们天地会 天地会当时在两广叫三合会 或者叫三点会啊 就这些人 这些人呢 反正这些很多是 都是流民嘛 啊 很多是这不惨者 然后呢这个 反正你给我钱 就就就搞一下嘛 等钱花完了 他们就散伙了 反正基本上是 嗯 肯定弄出气候是肯定的 他说呢是在这个1900年以后 我们出现了转机 他说是因为我们的奋斗啊 从这们的牺牲 唤醒了民众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什么呢 我们知道1900年发生什么事呢 1900年发生了庚子之变 就一个团 一个团的事情 给他了一个转机 啊 这个一个团这个事情呢 是开始是 但是我们都知道 是开始是 这个清政府支持这些暴民 暴民排外 排外 杀教民 杀全教士 啊 杀一切洋人 杀一切跟洋人有关的人 一事和人打上 反正就是 就是一就是拼命的排外 所以 这开始清政府是支持的 然后呢我们知道 八国联军来了以后呢 他们打完了 清政府就180度转转弯 然后就开始反 开始镇压 开始 呃 一个团 一个团 被清清兵杀的 其实比 其实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 啊多 那么这一反一证实际上 使得这个清政府的威信呢 大罪 啊大罪 就是 呃原来 开明的 人士 不高兴 啊 因为你清政府以前你就昏到了 就支持暴民 去盲目排外 啊 这个不开明的 不开明的渔民也不高兴 因为后来我们 你们让我们 你让我们 扶行别扬 你让我们 这个搞一个团 最后你要尽压我们 所以大家都不高兴 他不高兴 所以 这个庚子之后呢 清政府的威信大罪 大罪 就是因为这威信大罪 所以呢 很多人对这个 像孙山这部地方 这种造反呢 就有了一些同情 啊同情 所以孙山就是 哎 说他自己想说 这庚子之后怎么就变了呢啊 这种人们都 都开始同情我们了 以前是一点 你一点都没有 以前都是我们 都把我们当乱生贼子 现在开始同情了 为什么 他说 他说是我们同情的奋斗 把这瞎说 这瞎说 这都形式变了啊 呃 越来越多的人 尤其那些 其实比较激进的 啊 失忆的 小资人分子 小资人 啊 同生 读过书的 同生 或者是秀才 这一批人 一批人 就越来越多的 这些同时 他们 由于清朝清廷新政啊 这批很大 这批人 又涌到日本去留学啊 呃 成千上万的 那种 完了他们的都 他们有一些是官费什么呢 呃 还好 就是清朝政府给他官费 有一些是都是自费的 自费的有时候钱花光了啊 钱花光了呢 就就很私益啊 完了这个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就给这个革命党的发展 就造成了 就就有有了 让他们有了很多的 很多的土壤啊 土壤 所以我们到1905年就成立了 这个同盟会 啊 同盟会呢 是 呃 众多这个 反清的小团体 这个合并成 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是新中会 就是春山早就成立的 但是具体的情况实际上是 嗯 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 都是春山说的 但是肯定他最早的肯定的 呃 主要是梁广 梁广人士 呃 华侨人士 为主 再是 再就是 这个华信会 就是那个 两湖的 啊 两湖一代 就是以这个这个宋教人啊 黄兴他们这个啊 为首的 华信会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谁 就是光复会 就是江浙一代的人啊 江一代就是那个啊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秋景他们这帮 还有这个 蔡文培他们也后来也加入了啊 啊 鲁迅也是光复会的人 就是江浙人士 江浙人士呢 他其实 呃 因为江浙他是 尤其是浙江他是 一直就是知识分子 反清呢 是一个传统 啊 一个传统 好多知识分子一直都是不 跟清晨清晴不合作 啊 不合作的 就是他们 所以所以光 所以光 所以光复会 反清的是 是最坚决的啊 呃 这次主要 这这这这三三三五力量 就合成一个同盟会 所以就是我们的同盟会 完了那个 因为孙山这个最老 所以说呢 这个名气又最大 海外都知道他 所以呢 就他被选为总理啊 总理 这个 呃 这个 同盟会的 这个产 这个诞生呢 就标志着什么呢 就标志着这个 孙山的反清事业呢 上了一个台阶 啊 上了一个台阶 啊 那个 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还是在 搞这个 你跟以前要搞起义 这个起义 这个起义呢 因为 呃 这个起义呢 就是有了一点不同 就什么呢 就是说 他伴随着暗杀 就是这个暗杀活动和起 和那个 这个起义活动是 几乎是并行的 呃 你还说不清 你还说不清 这个 这个起义的影响大 还是 还是暗杀影响大 呃 呃 他们说呢 就是我们是在唤醒民众 啊 唤醒民众 呃 喂 呃 他们说是唤醒民众 后来他们 后来我们这个 研究这个孙中山 研究同盟会 研究国民党的人呢 他们 历史上他们都认为 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唤醒民众 啊 呃 这个用起义和暗杀 同时呢 也在进行宣传啊 呃 但是客观的说呢 我觉得他们唤醒民众 因为我都 我就 我在一个会上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 你搞一场起义 你唤醒民众 你怎么唤醒民众 你们 你们都是密谋嘛 你们搞一帮人 弄炸弹啊 放枪啊 对吧 吼 起来 激攻衙门 民众看了 你们就躲 你 民众知道你们是干嘛的 就是知道你们是一帮反贼 那民众怎么就 被你这个行动就唤醒了呢 对不对 完了 你暗杀更 更是这样了 你去你拿枪打 还是搞搞搞搞搞那个炸弹炸 你把把朝鲜大员给打死了 然后 就民众就唤醒了吗 民众还是你们是反贼 只要是他们不想革命 你们就是反贼 呃 而且这个时候呢 的的确 呃 这个民众真的是一直不想革命 一直都不想革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庚子以后啊 就1903年以后呢 清廷开始了改革 就清廷开始了正义八本的改革 就是他处于清廷的新政 我们一般都把新政贬得很差 因为贬 不认为新政搞得不好才有革命的嘛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新政搞得还真是可以 这次改革搞得还真是可以 就是呃 立志的确好转了 为什么呢 我给你做个例子 就我们简单一个事情就知道了 就是说 如果立志不好不好转 就是还是像以前那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像那个就是 二十年不主 快言之快生的小说里说呢 立志 整个遍地都是贪官 鱼入百姓的 那么一旦发生革命了 这些地方官就会被打死 啊 会剥皮 啊 会被扔过来煮了 这种事在前代 在前朝 啊 在多少他代都会发生的 一旦发生革命呢 首先受少其害的就是这地方官 如果你们是一帮贪官 你肯定肯定倒霉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清朝 在清朝革命的时候几乎重视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多数地方官你自己要走就走 你不走就留任 那你说 那肯定肯定反过来说 这立志是好转了 对不对 反正才朝用收入也增加了 在庚子赔款啊 要赔四亿五千万两的情况下 这个主要收入 关税和延税都被拿走去按揭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呢 到一九一一年的时候 财政收入已经达到 从每年以前是不到七千万两 达到了这个 两亿四千万两 财政收入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因为就朝廷进行改革 包括政治改革都有了 就是他们都可以选举 自义局自政院了 各地都可以办报纸了 你有什么牢骚你都可以发了 至少上中上的精英是可以发牢骚的 反正他们还可以组织各种的团体 组织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会啊 组织商会啊 农会啊 我都可以搞这个东西了 完了搞地方自治了 你这个情况下 这个朝廷就整个的国家的形势在变好 所以一到西亚革命的时候 民众是没有革命欲望的 没有革命欲望 那么你你你你唤醒在哪 说那时候那个革命党人他们进行了宣传啊 说你看当时啊 这个周荣写了革命军啊 革命军还不够通俗啊 他陈天华写了这个这个 用那个谈词的方式啊 进行革命宣传啊 写了猛回头啊 那些多多多生动啊 多多好听啊 但是问题是谁听听到了呢 你在民报上刊载的 民报在日本发行 他们怎么带回国内呢 国内的报纸给你转载了吗 没有啊 没一份转载的啊 那你怎么 你怎么让民众知道你这个宣传呢 那么你这个宣传 你根本人都不知道 那你这个 你无论你的行动 是歧义还是暗杀 或者是你的宣传 都没有 都没有起到坏性民众的作用啊 都没有起到啊 顶多顶多他们私下传的有一些啊 就是本身就是有些这个啊 这个反贼反贼异象的一些小资质分子 他们可能会传一些东西 但当时他们传的最多的还是什么呢 最多的还是满人的那些东西 满人的那些就是当职 就是那时候 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 骇人的一些记录 比如说家庭山陀啊 扬州十字记啊 就这样的一些小册子 这小册子还没重印了 这小册子的传的还要稍微广一点 稍微广一点 但是这个顶多也就是反满宣传 满 满州政府如果还能够过得去 那么你实际上呢 这帮人就不想革命 就没人想革命 就是最后你就是革命党自己在折腾 所以孙春山实际上在 这个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呢 日本记者问他说 你们革命神党的成功 孙春山回答说是一百年以后吧 他都死了 反正 但是他这个人呢 反正我是要搞事儿的 就是我能不能成功 他自己也没数 我就是要搞事儿 所以他说那个十次武装起义 反正有几次我 就我考证实际上就是假的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啊 就是我我我也弄了钱了 但是我也整个一帮人去搞一搞搞事儿 但是我谁也不打啊 你比如说像所谓震灵关起义 就站了站了一个废弃的炮台 在那会儿呢 我在那会儿比喉比喉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对了孙春山说我们我们账打了 因为他你你你你给人家募捐嘛 你你给人家给你募钱嘛 你嘛 你你总的啊 你总的干点什么事儿 你要干事儿的话 人家这个给你钱的人这个心里不痛快 所以他就好多起义都是这样的 很多起义都 更多起义实际上 起义就是说就是憋憋脚脚的地方啊 买一些会党啊 就弄到像乱子 这个即使是成功了都没起义 隔旺没一次成功啊 有一些 但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孙春山他起义都在两广 他就他的意思说我 因为他是大金主 他能弄到钱 我从都从两广人士募的钱 所以我就要在在两广搞事 那么那你像原来的光复会的 同盟会的这玩意就不高兴 那一点钱也不给我们 也不也不也不要 不在我们这搞 所以他们就自己搞啊 你比如像这个安静齐 就是他们在他们会撤动一些新军啊 或者两两两手吧 一一一一手是撤入新军 一手是车动会党 呃像那个呃 徐熙林和那个这个谁呢 就是这个这个 徐熙林和那个秋景 秋景他们就在那儿联络会党 和唐章就联络会党 往上徐熙林就跑了跑到那个 安徽去去呃 去去去办警察学校 就想把警察这么多都变成那个 学生都变成革命党 呃 孙春山他们就是车动新军 车动新军这个也是一个路子 就一直一直在撤动新军就是因为新军 呃 新政那个厂户嘛 他他会他会比较注意召呃 召这些知识分子召这些世人去当兵 所以这些就有了机会 有些人还当官了啊 呃 所以说他们就去就了就了机会 啊就有机会 但是这些起义呢 就是由于没钱 由于没钱啊 尤其是哪没钱的 尤其是那些华 就是华兴会 两胡提是没钱 呃 光复卫这帮人还好一点 就是他们那个 因为江浙比较富 他们总能找一些啊 总能找一些有钱人给你买点 比如说大兴 像个大同学堂 在上哨评的 他们就买了好多枪 啊买好多枪 完了这个联络会党也是很有成绩啊 像徐锡林还去买了个官 买了个买了个倒台的官 就是他最后那个 呃 就是安徽警察学校的总监就是他 啊 其实他太去的太时间太短了 啊当时那个那个安徽那个徐福恩明很很闪失 他钱是这个官是花钱买的 对你想想看 你不管办学堂也好 还是买官也好 你得有钱呢 所以江浙人还是有点钱 但是两胡子这帮革命两人真是没钱 冲要死 但是他们也不满意 说孙春山你老在表 你老在讲广告 你不在我们这儿搞啊 所以所以一点一点钱也不给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办法 这就最后回过头来说 就说心爱革命 啊我们一提心爱革命就是孙春山 大家都都是 都是预定熟成的 是吧 心爱革命就是孙春山领导的啊 就是呃 反正至少五场棋 呃 跟孙春山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心爱革命有一场棋 是跟他有关系的 啊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四月份那个 就是广州棋 就是我们说那个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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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实际上是广州棋 这个棋呢 是孙春山 呃 花了很大力气 孙春山 呃 十几万两的这个银子 钱很多了 但是真是费了劲 联盟带骗 许了好多月 封了好多官 那年我去马来西亚 我还看到民间 还看到孙山 给他们发的伟人状 后来都没有兑现 你发伟人状 你就给你钱 捐了很多 他们都捐了很多钱 美国好多穷人 把那个就是好多洗衣工 洗衣店的小老板 把钱都捐给他们 好不容易撤住没钱 就是让黄兴亲自率领 黄兴是好歹算是 在日本学过点警察 因为他们想去军校学习 为国 就进了个警察学校 好歹学了点局势知识 黄兴算是懂点军事的人 黄兴亲自率领 然后呢集合全国的各个省的精英 号称八百雪丰 实际上没有去八百 大概有四百一半人吧 一半人 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到现场了 以前也有了 还研制了好多炸弹 当时那个黄复生 这帮人是都是炸弹大王 就是那个时候 人们已经知道什么叫 索楼弹了 索雷 但是呢还不知道怎么弄保险 这就称之为炸弹 所以军队没有装备这种武器 但是革命党人特别喜欢干这个事 尤其是那个俄国革命党人 他是民意党人嘛 好多民意党人流亡日本 他们就教会了中国的革命党人 所以他们就自炸弹炸弹 也准备了枪 准备了枪械 也联络了这个会党 联络了新军 联络了甚至巡邦营 都联络了 但是好像是这个因为钱多嘛 此前好像是要成功的样子 这是革命党人尽全力 因为此前的所有的起义 都是些小小县城级的规模的 这次是真的动真折折了 要在广州城搞 哎呦这是了不得的 他们也真的是进攻了这个梁国主督府 梁国主督张明齐没抓住跑了 然后呢 结果他们联络的会党和联络的这个新军和巡邦营都落空了 都没到 就这些选风在在打 然后那个这个当时梁 胡王 就是这个这个光 梁广 梁广最最最最强的军 军军力量就是随时提出 李准的这些军队 李准 李准 李准就凭一己之力就把他们给灭了 灭了 这条很好玩 我就发现那条气 就有意思什么呢 这些革命党人他搞起义的时候 也认为他们是个行为呢 即使是不成功 也能唤醒民众 所以他在路上中 他他他就碰着 比如说他问一般老百姓他不管 如果碰着一个读书人 问他们他们想不想革命 或者是真是革命 读书人如果支支吾吾的话 他就会生气 他们就把他杀了 因为你的读书人你都不知道革命 其实那时候读书人 读书人也不知道革命 也不想革命 甚至是一些教 教新学的 就教西学的这些读书人 这是海外回来的 也不是就是包括日本 说日本游戏革命党多 但日本游戏上你知道 他是成千累万的 革命党才有才几百个 所以多数多数人实际上 也不想革命 他们就很生气 很生气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两革命的后来就是结果 就是黄罗港七十二 七十二烈士幕 最后收了七十二 二个烈士的这个尸体 就是悲壮的失败了 黄欣也受伤了 最后跑到香港去了 这个孙山听闻这个起义失败之后 极其失望 心灰意冷 远顿美国 他哪知道几个月之后 这个武昌这一声炮响 革命成功了 他根本就没想到 因为什么呢 武昌这帮起义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全全全全华信会的人 那帮人 就是不满意 这个老是在两广发动 你不不管我们 他们自己搞 他们自己搞啊 先是筹钱 后来筹钱 筹不到 后来好不容易去 敲了一个另一个革命党的竹杆 还是死了美人计 所以弄了五千 五千打烊 五千打烊 他们就觉得就可以搞 反正如果按这个革命党 在这个 之前他们也准备了好多 在这个新军中发动 在这个会党中也 也渗透 都搞 做了很前期工作 就是没钱 就没钱 就是没钱就搞不起来 此前一多次想发动 就是没有钱 搞不起来 但是有了钱之后 结果后来就暴露了 就起一句点暴露了 啊 这个俄中介 保算里这个地方 他们私自杀战 结果他们这帮人呢 就是关键是 他们跟广东这帮革命党呢 不沟通 广东这帮革命党 炸都炸都很精 他们自己又不懂 但是瞎捅过 就炸了 炸了把他们几个都炸伤了 但是没有重伤 结果暴露了 然后 水谱一来 他们就跑了 他们就把那个 华明澀 什么的 枪啊 剩下的钱 全丢那了 啊 也是一帮不靠谱的人 就那以后呢 然后都不就华明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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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新部首席 俄国新部首席 俄国人 是一直是 很维护 很维护清政府的 于是就把这华明澀 就交给了 这个 胡广总督瑞成 啊 瑞成是个满人 他说满人中 是个能干的人 但是接到华明澀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华明澀里头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新军士兵 新军士兵 那 那 有的人说是有三分之一 有的人说是四分之一 有的人说是说 有的人不到那么多 反正就是有 反正确实有不少数额的 这个新军士兵 你那个 你获得 那你比如说 你 你 你 集合队伍 你说这个 当众把这方面就烧了 你说这是假的 可能两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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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胡来 一把火烧了 既往不咎 你们就没事 这个也行 啊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那当年 那个 后来张墨林 一把火烧了 啊 郭重林 叛乱的时候 好多联络 联络郭重林的人 就他就都给 都给烧了 啊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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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烧了 啊 但是 这个瑞成不懂这个 瑞成就是 要不然你就狠点 你就 集合队伍啊 就按出所计 点 点名点到 就抓出来上 对吧 也行 这个是两 要不就狠 要不就软 两个两招都可以把这个事摆平 他不 他取中间职 他外围抓了三个人 把杀了 头挂在城门上 这下乱了 因为革命党人很不靠谱啊 他就让人 他在画面车里头记了谁 这帮新军士兵是不知道的 你跟他吃顿饭 你跟他说一句话 他就给你记着 记着 他也没有 也没有一些 不像我们现在 你还要什么考 还要 你现在还要登记 你还要考验 你还要照彻 你还要你这个过程很 很严肃 那个时候 各位两人是很不靠谱的 他 画面车到底有谁 其实大家都没有数 都传说是明天就要按多所计 明天就要算 杀人了 所以这帮人 凡是跟革命党人 有点联络 有点曾经喝过酒的 曾经聊过天的人 都很害怕 于是晚上就蠢蠢欲动 这个当时的军官又处理不大 军官几乎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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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革命党 没有想革命 完了 于是就引爆了 引爆之后呢 他们就一窝缝的 就就冲到那个 储房台那个军火库 把军火库打开 把炮挫出来 把枪弹药出来 原来他们手里有枪 可是没子弹 这回有子弹了 把军火 把军火库打开了 把炮挫出来 就往这个 总统 就 我总统 我总统 我总统属轰 这个瑞城的是什么 一听炮响就就麻爪了 麻爪了就他就想跑 但是他又不敢跑 完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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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大型有法度嘛 这个地方官搜退我车 不能不能跑 但是有 一般就拍马屁的人说 他因为他这个 国王总督 还还统帅了一个江防舰队 有一个最大的舰 就是这个 这个楚一号军舰 这个舰长就说 你不行 你 你 大帅 你到我的去舰上 躲躲 我说那不行 那朝经法徒 没事 你到我舰上 你还是 你还是在武昌啊 武昌江面上 还是武昌啊 没事没关系 这好注意 然后你说 你要走 你从正门走 你那鼓舞点士气 他从后面后面墙挖了狗洞 钻出去了 这一下子军心就 瓦解了 后来 后来这个总督府就守不住了 总督府因为占领 这个武昌就被 就被拿下了啊 群龙无守的一帮乱兵 革命党人都跑了 跑了跑 被杀了杀 根本就没有革命党了 没有这帮革命党了啊 一帮群龙无守的乱兵 就成功了 成功了 起义成功了 这个起义跟孙山 孙山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这是后来 很长时间的 才从报纸上看到的 你说他怎么领导了呢 啊 但是这个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因为 因为这个 他这个时候很好 为什么这很好呢 就是说 清政府正好干了两件 两件 两件事 是干的是很 很缺德的 就是让 让这个汉人 尤其这个汉人的精英们 啊 这些这些改革 那个热心改革 这些身伤 啊 这些身伤 因为大事实上 他身上 包括像那个张俭这样的 一直都是很拥护朝廷的 但是这时候也也也有反心了 上海的这个 几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些这个 这个商人们都几乎都都都都都都要反了 你为什么 一个是就是今天干两件 确德事 就是就是反改革的事 就是这个改革过程中啊 他的确是比较风险比较大 任何国家都一样 就是你当局是最忌讳的什么呢 就是你干那些反改革的事 尤其是你干了一些很大个大的反改的事 这就很麻烦 你就开倒车 你就很麻烦 就是这个 这两个 有两个事都是开倒车的 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一个就是说这个 呃 就是搞黄中内阁 搞责任内阁是 是是是对的 就是因为这个 你这个底上搞那个自政院 就是你搞那个 准准准准国会 你就是要有一个责任内阁对应着 你不能拿第一处来对应国会 你第一处 第一处是皇家的秘书班子 他没有这个 他实际上没有行政权 所以搞责任内阁是对的 但责任内阁你居然是 14个人 你9个人都是皇族 都是满人 都是要叫齐人 你这个这个就 你就胡闹 你是简直就是 你就根本不信 不信任我们韩人 那个时候满人 你就从瑞城的表现看 就是满人已经能力很 第一想到已经 很可怕的程度了 你这个时候 你还不信任韩人 啊 你还不信任这些这些改革者 那么当然就是 让你觉得你是开到车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就是收回这个 各地的路况权 各地路况权 这是这是早就是 就是各地的这些 都是各地的身商们 自己争来 身商是他们自己争来的 你朝经你就 你说出就收回去 你这个没有道理 因为那时候那个 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你过修铁路 它旁边那个矿 矿你可以开 而修铁路一般的铁路 修成之后 都都都都都挣钱 你先别给我打钱 我在讲出什么德行 你们还不知道 你别别打钱 你给徐老师打 别给我打 别给我打 这个你怎么听完了以后 你觉得合适 觉得我讲的还可以 你就再打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路况权是 你各地身商的 你这个就是就是就是财产 啊 还是 但是大股大宗大宗财产 你居然是朝廷想收就收 朝廷你以为你还是以前呢 啊 现在人们都知道了 这私有财产是神人不可侵犯的 我这下子 这两这两个 你想你改革就是向西方看齐吗 你西方你学什么 你要学 你不光学宪政 你还要学人家的立国的原则呀 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两个都是大开道车 就是改革过程中是很脆弱啊 但是呢 最最可怕的就是开道车 一开道车呢 他就会一起乱 他就不满 啊 不满 反正一满 这有商旗 你不满还不醉 像张姐这样的啊 像汤花龙这样的人 你他就像那个就是 这这他们都知识的 知识的 是议长啊 你你让他们去 自己亲造反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有人造反 哎 他们不满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帮忙 一样 这帮群龙武士士兵起义之后 没有头 把这个 把李彦宏 他的旅长绑来 当头 李彦宏不干 但是 与此同时 这个湖北省之一的议长 他后龙自己去了 他去了 他要加入反对 所以他一去以后 当时那个 汉口商团 有一万多人枪 所以他他都是 都是他管的 都是他管的 一下就 要不然他革命党人还真不行 因为革命党人他 满大满算 不住三千人 武汉三镇 他根本活得不住 但是这个 汉口商团一来就把 就把 自然把局面给温住了 温住了 然后呢 他们有很多人才 就去各路调停 让那个 这个 各国 住汉口的 这些使节们 这些领事们 就是承认 要承认这个 这个 革命后的军政府 是交战的一方 就是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 不要帮军政府 这些黑力墙 你都答应 反正 也做了好多工作 做了协调工作 就是这个 后勤的 这个 完了 这个 这个 重新武装 就是重新招兵 什么的 这都是 这班 汤罗他们帮 帮着干的 所以这个 而且尤其 最大的功劳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当这个 清政府 把这个 这个舰队 把海军 调来 调来之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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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罗的弟弟 汤湘明又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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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海军 这个总司令的 沙正兵的 秘书 这个 这个 谁就 这个 这个 汤湘明就 说服了 沙正兵 你别 别打了 他就走了 所以海军 就落到 这个 汤湘明手里头了 对吧 所以这就不一样了 啊 所以这革命就 就就就就很 很能成功啊 很像成功就 大家都 都响应了 很快就 11个省 开始响应革命 其实这些 这些 这些革命 大多数的地方 尤其 重要城市 都是这些 这是原来 这些 呃 资议局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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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宪派 我们立宪派的 这帮 尤其 尤其这些 身商们 就是我们说 这个新兴的 资本家们 他们的商团 在搞 光复的 你革命 哪 呢 革命 军团本来 有没有呢 他们就把这个 城市给光复了 包括上海 上海之后 军政府头实际上是 这个 这个 上海军政府头 实际上是 资英士 啊 但是 上海的光复 是上海商团 排来的 啊 跟这个 资英士 手里头 没有一兵一卒 啊 自己单身 金马 拎了两个 兜里圈 两个扎眼 就冲一手 冲一手 就被摁住了 啊 就活装了 后来还是商团 不知道 局攻下来 然后才把他救出来 啊 所以就是 就是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结果啊 都是这个结果 那么 但是总是 总是成功了 就是说实际上 是在国内的 一些革命党人 和 呃 立宪派们 啊 就是主要是 跟这些企业家们 啊 跟这些 身上 就是 他们不满意 清朝之类 失神 他们的合作 完了把这个革命 搞成了气候 成了气候了 啊 完了 亲又 没有办法镇压 他们根本就不敢来 这些 不敢镇压 后来不得不让 不得不让其启用袁世凯 袁世凯说你也要启用我 不客气啊 那么你得把那个总理大臣这位置让给我 你不能再给皇上这个了 让我有圈圈 没办法让那个最好让给他了 让给他了以后他就跟你们俩谈判 我们知道后来结果就是这样 在这过程中那为什么孙山 孙山那什么 这个过程中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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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政府这边的过程中 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强的过程 这个时候孙山就坐船回来了 虽然是那个时候没有没有飞机坐船 你要一个多月 但是一个多月他坐船也到了 这个这个时候呢 就革命党人这边 这边这个起义各个省呢 就已经运营成立了一个政府 林政府的时候 当时也没人考虑孙山 孙山来也没人去通知他 也没 他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也没说派他回来 大家就想 人政府呢 这个总有点当头 有一部分就主张是李悦宏当头 李悦宏 李悦宏是 对吧 这个 李悦宏这个恶军就是这个 武昌习以后的恶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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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政府 他是 啊 他是首脑啊 对吧 你黄信回来了 你黄信回来 那是是李悦宏任命你当前迷宏的总指挥的 你还当作为打好 你把那个把那个汉口汉羊都丢了啊 那么那革命党人说那都不能让李悦宏干 李悦宏他根本就不是革命党人 说我们的黄信干 两万人争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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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交 这个时候哎 一匹黑马来了 就是孙山来了 孙山来 像他来了 那想这个反正就他 他这个最老 就让他干了 林政府就让他 就让他干了 还没钱 那个那些 包括他那些孙山的原来的同志们 他们齐一个省 他们自己都自己都挺有钱的 但是他一分钱也不给孙山 完了还是张俭 从日本人的借了一百万 一百万然后总算把他政府给搭起来了 啊 搭起来了 所以当林郎总 所以林政府的 林郎总就是孙山 但孙山当就任的时候 已经说清楚了 已经公开声明了 说这个只要是袁世凯反正 袁世凯你 跟那个共产党人谈判的吗 这个提议各种谈判的吗 你只要你反正 就把这个总统让给他 他自己呢 是一点 就是 这个 就是他没 我觉得他没 没做法 因为这个 这个政府的架子 是宗教人打起来的 就是实际上就学美国的嘛 学美国的 总统 亲自统帅内阁 啊 完了 因为没有 本来是想参重两院 但是当时是没有办法 只好 只好民众没下选举嘛 只好让各个 其一个各个省呢 就各个省派出这个 这个参议员 然后组织这个 临时参议院 啊 就这个 这个政府的架构 啊 就是学美国的 但是学美国也是 孙教人干的 就孙教人懂点 啊 懂点 孙教人 孙教人其实也不懂 啊 孙教人 啊 我们后来要说孙教人 孙教人的这个 这个就是 他的学说 啊 就 孙教人当时不懂 这个 其他人更不懂 这个孙教人懂点 孙教人 但孙教人也是个皮毛 就是我看了孙教人 他日记上写的 那个 他的这个 他当时他的阅读量 阅读阅读的东西 就是 他所谓这个 这个制度的知识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就是那小册子 我们后来看那些启蒙小册子 英国制度 美国制度 啊 德国制度 这小册子 他就看这些小册子 完了就按照这个 他觉得美国制度挺好 就 因为当时觉得 人们传说美国制度 是最先进的 因为那时候美国的石头 正在发展的石头 很猛啊 所以他就 按美国的制度 这个 他走直到那儿皮毛 搭建了这个临时政府的 这么一个 框架 孙教人当时最想干的一件事 就说呢 他们的国旗 就是把他那个青天白日旗啊 定为国旗 因为他就是 他第一次旗的时候 就是这么国旗 如浩东 啊 他是说画的 如浩东有点 模仿那个日本那个旭日旗 啊 就青天白日旗 他画这么个旗 他要把这个旗 这个旗定为国旗 他人就不让 没人没同意 最后就 就是定了个武摄旗 就是 就是 就是满汉猛回仗 武摄 武色 武竹共和 啊 完了就 所以他没辙 没辙 从里头没有一兵一竹 连领寄警 警卫部队都是别人给派来的 啊 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忠于他 啊 从里头没有钱 啊 钱都靠借 跟他借 那么各种人也不给他钱 啊 所以呢 只要这边 呃 这个袁世凯答应这个 呃 这个什么 答应这个 这个反正 那就只能把这个 让给袁世凯 当然他不乐意 不乐意让 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时候 那个汪精卫呢 从监狱里放下来以后呢 跟 跟袁世凯 呃 不错 弄得 谈得还挺 聊得还挺开心 啊 挺投机 呃 跟那个袁世凯 两人还拜了哥们啊 拜了靶子 呃 后来连宇 防御卫都说 你这还不让 说你怎么 他他 他那权力 跟两人 孙山也没辙了 但是孙山给袁世凯 设了两个套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南下 就任东东 啊 呃 第二个套呢 就是说呢 他把那个 临时约法给改了 就是 就是 把美国体制 给给给给 给变了 就是 美国体制 没有总理啊 啊 他的国务卿 不是总理 国务卿是 是是是 是外长 对吧 总理就是总统 啊 他没有总理 他就 他又抓了个总理 就是塞 塞中间 就是他就是 就是 啊 那个美国当时 那个政协会的会长 说你不是变成 你这么一搞 都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那个 法国体制了 半总统 半总统 他也不是 半总统 他就说 他就 我当总统 说我要全权 但是你 所以你袁世凯当 我就要牵制你 结果 袁世凯都答应了 后来呢 就 实际上 袁世凯就把他两个都废了 就是 第一个 他没有去南京就职 第二个呢 这个 他实际上把总理 就变成了 他把总统 总理活生生的变成了国务卿 但是这个国务卿 不是美国的国务卿 就是我的办公主任 因为他还有外长 于是呢 这不就革命成功了吗 就是 就民国建立了吗 那那个时候的报纸呢 你们可以查一下 那个时候的报纸都说是 袁世凯是 中国第一 第一华盛顿 美国呢 就是全世界世界上 世界第二华盛顿 我们按美 我们等于按了美国方式 我们就搞治革命 完了 国父就是袁世凯 因为他是第一 中国的 中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 没有人 那个时候没有人说国父是石正山的 没人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清楚 石正山其实没起啥罪 但是呢 由于他这个地位嘛 袁世凯就任命他为 就全国铁路都办 任命 这个黄姓是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什么乡恶 什么铁路都办 他是全国铁路都办 他真的去 真的给人签了 签了好多 好多条 和他合约 他就发誓要在 这个时间之内 要在全国 修十万公里铁路 确实这有点 当年就确实有点大 总之他是当时 觉得国民成功了 我就是去 三民主义呢 是两民 已经营行了 民权和民主主义 民主 他民主义就是排满嘛 都成功了 就上一个民生了 所以说 我只要搞一个 一民主义就可以了 所以两民都成功 他觉得已经成功了 但是呢 这个 就开始进行选举了嘛 第一个国会选举 第一个国会选举的国民党大胜 大胜 那个按照那个孙山改过的这个理事约法呢 你就是有点 你可以组织 就是你 你都长给组织内阁了 所以 所以 所以那个 宋教人呢 因为 这个 这个 呃 什么叫国民党 就是国民党在 呃 民国成立之后 就是有同胜会 呃 加了些小党 就改组成为国民党 国民党的理事长 虽然是孙山 但是真正理事的人就是叫人 孙山就去去忙着去 忙着去办他那个铁路都办去了 忙着跟外国人借钱 外国人去 就搞 搞明堂 就是整事去了 啊 忙着花钱去了 所以呢 他他没有 他没有管党务的事 党务是说想说想人管 孙山 居然这个选举大胜 大胜以后呢 孙山觉得我 我可以 我可以主阁了 我 我这样由于主阁 我就基本上 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 这个 是 袁世凯给架空啊 就等于说 我国民 我国民党 还是可以掌权的 啊 掌权的 但是具体怎么搞 具体怎么去 怎么协调 这个事还 还不知道 他还准备 他准备去 从上海出发 去到北京 跟袁世凯协商 袁世凯准备 已经准备迎接他了 啊 但是在上车 这个 这个前夕 做了就给爱上了 当时国民党呢 国民党的人 多数都主张是 法律解决 就是用通过 江湖省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司法公司 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去查案 查破案 当时破案也挺神述 就是有梅 有梅头了 就是已经查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兴手呢 这个 这个跟那个 啊 这个武士英 跟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当时 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民政啊 这个民政部的 那个啊 就是 赵饼 赵饼君的秘书 洪素竹 有 有些信件来往 有些信件来往 还挺曖昧 啊 就是至少是 跟从公主有关系 有关系了 那么这个事 是不是最后 是能查到 随时在 袁志凯头上 这个事 因为后来 我们知道 就终止了 就成了一个 迷案了 啊 迷案了 你现在 很多人主张 什么都有 有人主张 有人认为 一直 多数人认为 是这个 袁志凯干的 啊 也有人认为 是袁志凯底线人干的 但是袁志凯不知情 还有人认为 是国民党干的 啊 现在有一派 新比较细毛的人 就是国民党干的 啊 但是我觉得 革命党 国民党干的 可能性不大 但是袁志凯底线的人干的 袁志凯不知情 或者袁志凯的 大公子 袁合定干 袁合定因为是个 惯一搞阴谋的人啊 干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问题是 最后就传于迷案了吗 你查不出来了 但是孙悦山 就认为 袁志凯干的 一定袁志凯干的 而且我 他说 他说 不要说法律解决 我们就五个解决 这个孙悦山 他这个时期的孙悦山 对于这个 国民党 自己的自信满满 他认为 这个推翻 其本身政府 就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自己的功劳 啊 他想你 袁志凯那么强大 我都给你推翻了 袁志凯算什么 你不过是 你不过是当年 这个啊 清朝的这个 啊 殖利总督 这个北洋大臣 你不过就是 其中的一役嘛 你就是个北洋嘛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把你弄死 把你们推翻 不是欺而易举 所以 所以他就 平仿一切 就是我就是要武力 就是要造反了 你 你顶一公开 宣称要造反了 的同时呢 他又 没有做任何准备 就是你当时训练军队呀 你当时 购买军火呀 你怎么准备一下 没有 就在那说 就在那说 袁志凯 但是袁志凯 可准备了 袁志凯就准备了 袁志凯说 你要造反啊 这事我 他就很精心的进行了筹划 啊 然后就把三个国民党人 任都都的这个省份的都都就给撤了 以这个一死 一死为继续 国民党人 国民 就是 这个国民党就发动 啊 这个二次革命 这二次革命 这二次革命确实是很丢人 让是让袁志凯很轻人一举的就扑灭了 只有在这个湖口 就是他因为李列军 李列军曾经在这个江西当过当过都督 所以他有点根基 有点军事根基 所以他那块撤了他原来的旧部 在那打了一仗 还算还算 一仗打了还算可以 剩下就是南京 这个 这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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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学青年和何海明 鼓动了一帮那青年士兵 在南京搞了一把 但之后也都 就都不到一个月 全部都被扑灭了 而且这场革命呢 不仅仅是袁志凯要扑灭他们 那个 像原来是中立的 像像像像像李渊宏 中立的 啊 像蔡娥 他们都都表示反对 啊都表示反对 都表示反对他的革命 啊 都不认为你借这个宋爱来去造反 是对的 所以孙杉山他们很快就去流亡了 又流亡到日本去了 啊流亡日本了 但是孙杉山流亡日本之后呢 他不认为他自己是他这个 是他自己有错 他认为 这个之所以失败 本来我们是很有力量的 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不听他呢 国民党人不听他呢 这个软弱 幻善啊 于是他就 他说我把我兄把国民党废了 然后呢 我成立一个呃 成立一个新的中华革命党 在这个革命党呢 所有的加入革命党的人呢 就中华革命党的人呢 都要对他个人进行宣誓 效忠 又打手摸 这一下子 老革命党人 好多人都不干 大多数人都不干 像黄兴啊 孙杉明他们都不干 都不同意 听众对你个人效忠啊 这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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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荒唐啊 所以中华革命党就变成一个小党 就是此后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就是后来的几国什么 后来比如说 就是桃园护国啊 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中华革命党什么事啊 没事 后来孙杉三呢 孙杉三觉得 觉得这个小党也太没劲了 也曾不把什么气候啊 只能搞点暗杀啊 杀都不是杀什么大人物 所以 他就他又他又他又把这 他又把中华革命党给解散了 又又又自己悄悄回到国民党了 他又变成国民党的理事长了 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有有个手续 也没有一个连个宣言都没有 就是成立一个党 废一个党成立一个党 然后这个把这个新成立党再废了 再把那个废的党再重新启用 啊 整个过程是悄然无声啊 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还是想搞点事 还是刚才搞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张勋复辟 就1917年张勋复辟以后 啊 张勋复辟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因为张勋复辟呢 是张勋为什么闹闹复辟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府院之争嘛 段学队一定要参战 要参加这个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 宣战 这个实际上张勋是反对宣战的 但是他去他戒的是他去忽悲了 所以呢德国人是支持张勋的 所以所以德国人当时德国德国人当时在在中国已经没有势力了 这有个使馆 他们凑了点钱 他们准备了一些钱 准备支持张勋 张勋败得太快 12天就败了 所以这笔钱呢 还没有到位呢 张勋失败了 张勋失败以后 钱到了 到了以后呢 怎么办呢 罗斯文说 这这这这不行 这还能搞事啊 这个中国政府已经顺利成章了 就宣战了 就等于就是中国就参与 呃 伊斯拉战 就在在协议委员一边参战了啊 那时那个 德国人还是不服气 德国人还是想搞点事 于是就偷 就是就是就是偷偷的去 去去去去去去找人 说看谁能不能给他 这些政府 倒个乱 孙山知道了 孙山说 我可以 我可以 反正德国人 有点不放心 但是他也没别人 也没别人应啊 所以这笔钱又花出去啊 就给了给了 这些钱就给了孙山一部分 所以你看你搞 看你能不能搞事 你要是搞成了呢 我们再给你钱 再给你 孙山拿这笔钱 去收买了一部海军 因为这个那时候 那个军方 袁海死后的军方混战啊 这海军没什么用 啊 军方混战都用着海军 谁在水里打呀 对不对 这个 所以海军就被搁置了 海军就很穷 啊 所以有人给的钱 就很高兴 实际上带着海军 就南下 到了广州 那个时候的广州呢 是谁呢 就是桃园之后啊 梁广都是广西军阀陆荣亭的天下 啊 就是这个时候 梁广东的都 这个都军 就是 陈敏坤 就是 就是这个谁 就是这个 就是陆荣亭的部下 这个 他就到广州了 他到广州了 到广州了 就 就宣布成立一个军政府 就是护法军政府 说他要护法 要跟谁 就是 就是 为什么要护法呢 就是 这个 就是再次出筛 就是打败了 这个张勋之后呢 他把那林水月发给废了 他说我们要 我们要搞个新的啊 要搞个新的国会 搞个新的新的 搞个正式的宪法 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丹荣亭把这个 林水月发给废了 然后呢 这个谁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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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山就以这个为名 他实际上是拿了 德国人的钱 想给孙山 给 丹荣争 他就找个 找个由头啊 就是这个护法 护离世约法这个名义 搞了一个护法军政府 这个 如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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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序雷要做 是比较明智的话 他就不理他 那么 陆荣亭就会把 孙山赶走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 段序雷觉得 这是好机会 你搞军政府了 我就 我就假装 这是你们 梁广也同意了 他就 他就想 武力统一 我就知道 曾经南下 你 一南下 他首先进入了 湖南 他把湖南当时的 这个 都督 啊 这个 台元凯给免了 给免了 台元凯是 呃 台元凯是 辛亚革命之后 就加入国民党的人 是属于 呃 是这个左翼人士 呃 免了 免了之后呢 让台凯当省长 他派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富良佐 就是呃 就是他的陆军市长 让他去当湖南 呃 这个 当个都军了 已经要都军了 所以他去当都军 完了还派了两个 施的北军 就是这个北洋军 进入湖南 这一下子就容易不干 因为湖南挨着谁 广西 梁广很近 下去了 他湖南是个缓冲地 你要是 你要 你要台 你要台凯当 这个是可以的 你台凯不当了 你 你派北军来 那就等于 到到 都威胁到我了 就把这不行了 于是他们就 就派了贵军 就派广西军的 就进入湖南 完了这个 跟湖南当地的军 结合起来 就开始打 打北军 这两个师的北军 就打跑了 后来 段军队又不服气 再来一次 再来 派更多的军队来 由于 这些军队中 其中有一个 第三师的 师长是 史无费 忽费 很疼打仗 所以就把这个 南军打败了 他们一次 打到这个 衡阳 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广东了 但是呢 这时候 战军队又犯了个错误 你无论统一吧 你你你借助一个 这个能打的将军 也是也对的 但是你得把 你得给他官啊 那湖南 湖南的都都都军呢 他没有给 呃 吴沛福 给了那个 一个饭桶 啊 这个 张静尧 那个谁 因为张静尧 资格老 但是那个 吴沛福 最抗目 就是张静尧了 啊 你给他 你不给我 就是吴沛福 就不高兴了 吴沛福 就不打了 啊 所以呢 这个事儿呢 就就就就就 所以这个 吴沛福 统一就就 因为吴沛福 就不打 就搁置这儿了 搁置这儿的 北军在湖南 那么这个 梁广受到威胁了 梁广当然不可能 去死 去把那 孙子丹收拾了 孙子丹那边就开始 就开始 就开始这个 在那会儿呆 就呆了 就就就 就把事儿给闹大了 他呢 就是去 想去撤动那些 这个国会议员 啊 国会议员 就是那些老国会议员 就是 因为这个国会 已经是 这个谁就要废了嘛 老国会议员 有八百多人 当时称为 发本罗汉 他 但是这些发本罗汉 谁还是掉 这个国会就会被废了 但是他们仍然 不不难下 孙子丹花钱去争取 一共才争取了 十几个的一员 到去 我们书上说 他弄了一百多个 这是瞎扯 啊 想一想 即使一百多个 那那也 那你那离半数 还才远着呢 实际上就十几个 他的一百多个呢 实际上是十几 这十几个 基本上是自己 自己发展的 那帮人就开会说 就说 那我们十几个人 成立一个非常国会 也不对啊 这没道理啊 孙子丹说 他说 他不符合宪政原则 他说 我不是搞宪政的 我是搞革命的 啊 好 你们 结果拉人 拉多少 算多少 能拉多少 就把 拉的人 就算一员 结果 反正 你不能说 你把那街头 那个卖菜的 什么 那个 那个挑战都拉来 就能拉个像的人 那么就他们好歹好歹说 拉了一百多个像样的人来 所以成立一个非常国会 然后就成立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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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政府 然后这个孙生当了个非常大元帅啊 就他就成立八本的搞了一个政府了 就是有 既有啊 你看我这个既有政府 又有元首 又有国会 啊 虽然是非常国会吧 虽然是很荒唐的 但我就 我搞不出了 我搞不出了 呃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这个谁呢 就是呃 广西 就是龙庭 他的部下没有 呃 没把他赶走 他实际上也在弃手 呃 这个江区就一直江江江江江到1921年 21年的谁呢 这个谁呢 这个这个这个 龙庭自己这么发了份力 自己出事 龙庭这个人毕竟是个旧式的 是土匪出身的一个人 他就他这个 他这个 一旦他这个势力呀 一旦 呃 就盘子搞大了 他就管不了了 管不了了 完了广东人又特烦 就是很烦广西人 为什么呢 因为梁广 虽然是一个一个一个框架 但是 一直都是广东 是领导 广东要 广东有钱嘛 广东 广东富庶嘛 广东资助广西 那现在是广西人来管 管广东人 广东人就很很生气 广东人当地的这些军人 军人就很生气 这身上也不可能 完了这时候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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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陈炯明 陈炯明 此前带了一支军队 就是 是广西 广西 荣庭同意的情况下 他去 去到那个 他打到福建了 因为福建当时 那个都军呢 这个李厚基啊 是听段序内话的 他就打李厚基去了 就在这个福建 张州 打到一个地盘 他那个地方 就开始过日子了 过得挺好 他被买麻烦 事件壮大了 完了听说 这个陈炯明 这边不行了 就杀回广东去了 啊 杀回广东去了 完了就把 把广西 叫陈炯明 军队 就给赶走了 最后又把 陈炯明 军队就彻底 就消灭了 就属于老贵戏 老贵戏 就被 等于就被 陈炯明 就给 给废了 给废了 后来像李仲正 白昌喜 他不是新贵戏了 啊 这个新贵戏 就是所谓 国民党系统部的 啊 这下子 这个 这谁啊 这个 这个孙珍山 觉得我有 陈炯明是我的人啊 我有两 我有两广地盘了 啊 要我地盘了 就是我就要北伐了 他就要北伐 他就 啊 去 去 就再来一次 就是我整个 再来一次革命 就是那个 那二十个秘密成功 我对话三次 我再来 再来北伐 但是 陈炯明呢 就不高兴 为什么呢 就是在 石正山在这搞 非常 就军政府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就 他变成了一个军阀了 他那个 所有的 就是凡是这个 啊 在其他省份 呃 这个军队争中 私议的这些军人嘛 投奔 他 他全收留 啊 都给他名义 他都给名义 他那个伟人状 是随便乱发 乱发 呃 建国干军 建国殿军 啊 建国贵军 啊 乱七八糟 建国川军 全都报 他他他名下 有的人是有枪 有子弹 有人的 啊 你像电军的 啊 你像你像电军和贵军的 有的就是没没没枪 没 没人 这是空架子啊 就是顶着两个哨兵 一支枪 两个人换着用 但也占了 也占个地方 也抢个民防 也成立个司令部 全是这样的 所以 而且他们这帮个省的 就那个时候的规矩 是这样的 什么呢 就是你的军阀 在在自己省份呢 都一般来说 都都比较规矩 因为都自己家乡嘛 不敢胡来 出了省 到别的省份去 就开始胡闹 这些各省的GXC军 都跑到广东 就坏广东 把广东人恨的啊 原来自己一个入龙庭 现在来了一堆 小入龙庭 恨死他们了 包仓包赌啊 这个 犯纪役啊 烧杀啊 抢劣啊 强奸啊 什么事都干 所以广东人就恨死他们 这帮人了 这个 所以说呢 连那个 陈炳明也看不过 他也很生气 陈炳明为什么说 现在陈炳明跟孙生不一样 孙生虽然是广东人 但是华侨 他跟那个 他跟当地没有什么联系 就是没有这种 什么中法的什么 那些八道的这种联系 他也没有当地上过 也没上过学 也没考过科举 这个谁呢 红木大业 全国的四业 所以他就造成大派 所以这两个有很矛盾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最好呢 国内很多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 在这个鼓吹这个 这个联系之志 就是所谓的联邦制 联邦制尝试 联邦制尝试 它跟那个美国联邦制不一样 美国联邦制是他们先这边 先革命了以后 先这个 先这个独立诞生以后 这个各省 各个地方 各个州 主治联邦政府 然后呢 同时这个各省 各省都是各省的这个联邦 各省在搞各省的 他们是 他们是想先从各省搞起 先从各省 就是我向广东 我向广东办好 把广东变成一个新政的广东 然后呢 我们再联合其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 也搞这个 这些省份的 然后再组织一个自治政府 他们是这么一个规划 所以首先你要把 把自己省干好 所以陈永明就是想 搞这个来的 当然在孙久明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最后冲突到最后是 这个谁就 就把这个 孙久明就把 就把陈永明给撤了 他靠着陈永明 打了天下 把陈永明给撤了 陈永明这帮将士们的高兴吗 那个时候 这些兵全是陈永明一手带出来的 我说陈永明这帮 这帮部下就发生叛乱了 就我们讲说那个 626叛乱 就是 就是 就是21年 626 626叛乱 叛乱之后 他们就是 事先已经告诉我们要叛乱了 然后孙船跑 孙船不走 然后就开始炮轰 孙船一看打炮了 就不得不走了 这个时候他们叛军又想孙船打死 也是称了一句的 他们别打死 就让他一句话给马上走 然后他就他就去了哪了 他就去了这个 跑到那个有风舰上去 有风舰当时是一个 就是后来的周山舰 就是一个说日本买了个炮艇 一千吨不到的一个炮艇 一共两门炮 前面一个炮 后面一个炮 这小炮艇 他就拿 他就 如果岸上的这个叛军 要想把他打成 那轻而易于的 但是人家就不打 他孙船在在旅航舰上 就指挥这些海军 就一直往岸上护 赖在那一个多月不走 啊 最后没办法了 最后实在 我那个三变出界 英国是出来调停 你走吧 你不走 这不下话了 后来他就 实在不行了 就走了 等于说他就 他被赶出来了 赶出来了 陈玉明就开始 就开始在这个 活动上搞自治 就搞这个联想自治 也组织 朝宁的一个省限法 这个完了就开始选举 各个县经级选举 选举选长 选协议会 等等的 但是他有一点呢 他搞得比较激 他搞得比较激进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县城 其实搞得没有 其实没有湖南好 也没有湖南找 所以湖南还晚 湖南20年就开始搞了 他是21年 而且他一共搞了不到两年 他期间的 为什么失败呢 就是他他特别注意搞这种社会变革 就比如说 这个清理街道啊 设立公厕啊 清理这个妓院啊 完了不许人赌博呀 完了不许 而来金烟金赌 这个是这两大这个主要政策 就他就要他就要让人看来说 我这从此以后这个面貌异新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基尔特色的主义者 他特别在乎这些东西 但是你广东啊 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广东这个这个这个军政收入啊 最大宗的就是赌 就是赌捐 啊 这个你要把赌给 把烟金了还好还好说 你已经收入已经减大快了 你把赌给金了这个这个这个政府就没钱了 政府没钱之后呢军队也没钱了 那没钱以后呢 后来正好呢 这个这个这个二年孙三呢 从那个那个那个时候 那时候那个那个这个烈强不是 赌赌费款嘛 赌赌费款不是从关关税和盐 盐税中收嘛 按揭嘛 每年按揭呢 有一点以结余 叫关于和盐于 后来呢 李小也是也是混蛋 他们 他们觉得广东 广东政府也是个政府 说你 我不能光给你北京政府 给 也给 给广东政府也分点 啊 孙三那个跑了呢 但他得了一大笔的钱 就是 李小给了一大笔 关于和盐于 正好呢 他这个运气很好啊 正好呢 这个 这个云南呢 云南发生变故 云南那个原来的 统治者唐宗志 被他部下顾炳真赶走了 后来他又 具其力量去去打顾炳 打着顾炳真 顾炳真 这个打 在大的过程中 顾炳真中断死了 他一死去龙无首了 他那 但是他一大部分部下呢 不喜欢在唐静耀水下干了 就跑到 就跑不出来了 有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 这也是很大力量 电军也是大方很厉害的 就是杨西民带领了 他就出来了 出来到这个 出来最好进入广西 孙春山就接下来 说你没钱吗 我给你钱 我给你钱 你干嘛呢 你替我去打陈宗明 陈宗明这边就没钱 这边这边就有钱 陈宗明就打败了 他们就不想打 他们就退到东江去了 于是他们这个联手之志 广东联手之志就被崔山给吹垮了 吹垮了广东联手之志之后呢 这个他就他就对湖南动手 就是湖南已经搞了好多年了 这个第一次啊 第一次动手是什么呢 他就是他就是二十二年 他就派谁呢 他就派台延凯最先搞的湖南联手之志 但是他搞不了他这个文人 他统治不了他湖南 那个四派的军人 他活动不住 后来他就跑了 他就被赶走了 后来是赵恒替 就是实际上是湖南最有实力的军人 赵恒替在管 搞的联手之志 一直在搞 搞的还不错 完了这个 这个 这台延凯跑到上海之后呢 也不是怎么 其实不都就跟孙山搭上钩了 我一直都没想明白 他为什么要 他为什么要靠上孙山 孙山他靠上之后呢 孙山二话不说 你要想跟我干嘛 你得给我钱 一开口就要五万块钱 台延凯当时没得没钱 没办法 把他在上海的房子卖了 抽了五万块钱 给了孙山 就算是见面礼了 然后孙山派他回回回回回湖南 说你把湖南你你不是有救世里吗 你把湖南这个联手之志给我废了 所以台延凯就回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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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搞搞造成帝 就把那个把他们的知识给废了 然后就山洞铁在旧部就发动叛乱 后来那个台延凯本来不想跟他打 因为他是台延凯老长官嘛 但是没最后没办法了 为了自治嘛 就跟他打了就等于把他们的就把台延凯赶了 台延凯连他那些旧部都赶走了 台延凯带了一万多人 他的旧部出了湖南 又回到广东去了 所以所以呢 所以在广书十三名下又有了一支建国这个湘君 建国湘君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张宏剑就特别防防备湖南了 这个湖南这个是个大劲敌啊 总是他总是他把陈锦明这个自治破坏 要搞我们 于是他就把他所谓的员大将的 唐正志呢 放在湘南 就放在这个衡阳地带 就挡住 就广东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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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这个这个洗澡 这下来就后就砸锅了 他锅呢 就他这个自治呢 就是说 你当时的自治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自治啊 实际上是 因为那个军阀混战呢 当时军阀混战呢 是 是没有头的 为什么军阀没有头呢 就是说 你中国一旦记住军阀混战 你看军阀割据的这个这个格局之后啊 他就会按照一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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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阀的逻辑走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想壮大 你不壮大 你就会被别人吃掉 那你这东西去 购置枪线 你你你你招兵 招兵 你这样就你要土地 你就要资源 你就抢 你要这样抢 你就必须得有更多的兵 你要去打 有更多的兵呢 你就 一打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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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 谁都治不了 怎么你呼吁什么废都 裁兵啊 谁都裁不了 因为这个逻辑在这 你要不打 你就会被别人吃掉 那么当时他们搞量知也就是想 也就是想把这个逻辑给终止掉 在我看来这个量知呢 是唯一一个能让中国走出巨发昏战 这个这个 这个这种 这种的光线循环的这个 唯一的良方 我们老说北洋时期好 北洋时期是 北洋时期有些政策是不错的 他是少尊重这个法治 尊重这个 至少这个中央政府是尊重法治 尊重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宪政的啊 也能保障人民的 人民的言论自由 这个教育自由 但是 由于有聚发逻辑 他这个 这个政府是毫无力量的 是 秩序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我不能单说北洋时期好 人们好是没有道理 毕竟他为什么那么 那么快就被国民党 给给给给给给废了呢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就这个就这个问题 啊 孙三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他就是个局法 他 他跟这个原来 啊一度 就是这个谁 就是这个直直完战争之后 他就跟那个 下野的这个 段旋律 原来在这都死对头啊 都是不要 联系 联络 后来跟又跟又跟这个 又又跟这个 呃大作霖联联系啊 张作霖 所以他他也是特别想废掉这个联织 啊 那个 呃 完了 完了 那个谁呢 这个赵 赵 方契呢 他就在省内搞这个东西呢 他首先要把自己省的这些军人 把他们 把持地方政府 把持地方税收 这个手拿开 把他们跟这个 呃 你军阀之所以成为军阀 就是因为你控制政府 你控制税收 如果你把他隔开了 你变成个纯军人 你靠政府养着的 你就不会是军阀了 他 他 他当地就想出这个目标来 而且眼开就成功了 85年时候已经基本上成功了 各个 各个 几个师 四个 一共四个师 三个师都同意 就是我们 我们把这个 所有派 就我们 我们参与的政府的这个这个机构 我们参与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 首权伸过来 伸出来 我们全部让这个 这个经营经典 然后呢 让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呢 让政府来养我们 然后那个军队的 军官的配置呢 也是让军队来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政府的一个 军务部门的 来 美派军官 不是像我们以前巨发 一样 我们自己 谁当 谁当家 谁收了算 那个全都是 就按照 谁就按西方国家 那个 那个那种军队呢 就是 来配置 都答应了 就到了 唐生智呢 唐生智不干 唐生智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也是敢寸的 因为 湖南啊 最大的一种 财 财源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水口山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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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心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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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就是 打当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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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打仗了 那个签心矿 卖出去 国际市场 卖很低迷 但是到了25年左右的时候呢 国际市场又在准备 大战 一大战 第二大战 又开始猛博化了 所以签心矿 一下 那个 这个矿 一下 就值钱了 正好 这个矿 这个矿 就在唐氏 控制下 唐氏一下 就有钱了 有钱了 就可以 又从边境上 又搞了很多 那个散兵游泳 他又存 他的一个私 赶上去两个私了 所以他就想 他就想 这个审长 我来干 是摸大卫 所以他就 最后裁军 裁 contacts 他不干了 买 不同意 一次 赵皇帝就把 就把什么 就把这个 审长让给他 说你干嘛 你知要接着搞 搞自治 你来干 我就不干了 我就是为了自治 我不是为了贪图这个省长的位置 他就走了 他就下来了 唐智来接省长之后呢 他居然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就把那三个师的人全招来 那三个省长的招来 只有一个第二师的市长一开心 他长个心眼 这个会合不太对头 他都去了 把人要不就扣下 要不然就给杀了 这下子就是中弄了 这小子小子怎么这么浑呢 因为那种军阀它有一个规矩 就是即使是打仗 你彼此之间你可以打 但是你不能杀人家 你不能 就是人家不打的时候 你不能杀人 打仗的时候 你也不能杀害那家人 也不能夺这财产 他们过去有一个不成本的规定 你这个还没打仗呢 原来都是同袍 都是自己的兄弟 你居然就杀人了 一下子都反了 那三个石都反了 唐志一看受不了了 他又撤回到 他又撤回到县南去了 然后他就像那个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二五年的时候 孙山已经死了 孙山为什么死呢 孙山这个时候 他是像 他没想到他第二年 这个他的部下 他的那个 就是西医的部下 简介石会 就成功了 就是给他成功 他没想到过 他他是跟段序队谈判去了 北上 他还是在搞他那一套 啊 纵红百合 但是他不信他生病了 就死在死在北京了 在北京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他这边 已经发生 南方发生大变了 大变了 唐志向这个 广东革命政府求援 完了 蒋介石看了 就是好机会 于是马上出兵 借唐志的这个广 就是借湖南的分裂出兵 我们知道后来 就是北伐了 北伐正好呢 这个 这个湖南是分裂的 啊 湖南分裂 唐志和那第三个石 是不低配 但是由于有那个 广西的第七军 和广东第四军加入 实际上他已经超过了 这个 就原来湖南那三个石 湖南那个 湖南这个 一开心他们就向谁求援 向吴卫福求援 这个吴卫福就是 东南战史的吴卫福 手里没有敌一部 敌一部 敌一部队 他 他指挥的全是别人的部队 军阀实在就是这样的 军队是我的命根子 我 我的本钱就是 军队 我不会替别人打仗的 因为死死的是我 是我的人 是我的东西 本钱 所以他指挥不动这些人 指挥不动的人 所以就很快就被表演打败了 但是吴卫福又是一个最牛的 是一个中国最明晰最大的将军 因为第一个上 这个美国赛选择这封面的就是他 他明晰的 但他一失败 这下的人觉得表演好厉害 人家吴卫福就打败了 所以很多人这些小军阀都归向了这个北华军 所以后来这个 徐川芳啊 他又犯了一些一系列的错误 这个 他也被干掉了 这个徐川芳被干掉以后呢 就剩下 赵博里了 奉隙当然是 这个独木难支 后来我们知道最后 赵博里 这火车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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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呢 就就被 就黄国头就被炸了 一直被人给炸死 然后呢 张徐良继日以后 张徐良就居然是宣布一致 说我我归顺革命政府 于是北华成功了 那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 这个 就是实际上 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这个随着起了 就随着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 很大的作用 什么重要呢 他他 他不是他北华的 但是他 他这个 他联俄 联俄联共 就是主要是联俄 共识共产国际 就是联俄 联共产国际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 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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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以后的 俄国 经过一段内战之后呢 一站住脚 就是新的革命 这种站住脚之后呢 他们所 原来所期待的 欧洲革命 没有成功 没有可能 他没有可能 但是他又很孤立 他一定要他就要想东方搞一下搞一下搞搞点事来 完了就当时就是中国是最好的一个战场 于是呢 他就 这个 二零年 他就宣布 正好呢 这个时候赶寸了什么呢 就是 那个 一 一 一 结束 这个法理合会 1919年的时候呢 法理合会上 等于是 就是 拒绝了 拒绝了中国 要收回青岛和交际线的要求 因为交际线是战争期间日本战的 日本正也是协约国的重要成员 日本是战后五大强国之一 所以日本的就要这样东西 你中国也要 两个一撞车 那你中国是个弱国的 会上肯定说要统一日本 所以 所以中国就很 就觉得很沮丧 尤其这些青年学生们 这些先进分子都很沮丧 这时候呢 俄国人发表计划宣言 两个计划宣言就宣布要 放弃 沙俄时代 从中国掠去的一切东西 一切特权 他实际上 这是说说而已 就我们啥也没放弃 但是光这个宣言就让人家很振奋了 说你看这家伙最了不得 所以 后来后来我们知道 他就成立了 就在中国搞了 给成立共产党 啊 共产党 虽然那时候 那些 当时共产党人 这个自有 自有李大钊看过一点 这个 马 马林书记 还是很少 这个连陈东秀都没有看过 但是也成立了 成立之后呢 成立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 这个同时呢 其实他不是 主要不是成立共产党 主要是想 找一个人合作 俄国最早的 找的是吴贝福 想合作 就是搞革命 搞他一下 搞一场民主革命 就是要对 对 什么叫革命呢 就是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 就是要针对列强的 但是 魏夫不干 魏夫觉得 这个老毛子 这个 这个 拘心迫撤 不干 后来他被找 陈旧明 这都是有实力的嘛 陈旧明呢 实际上是同意了 但是由于谈判的人呢 好像是托勒斯基派的人 就就就就这边就就就没有 就没 那边俄国那边出事了 最后那个也没成 然后他们就最后找到 最后找到孙三 孙三呢 就低口大用 孙三正好 觉得 我需要一个外力 需要需要助力 然后呢 俄国人就就就就就 谈的最后 结果就是帮 他帮助 这个 共产党人和俄国人 俄国人自己派人来 帮助他改造国民党 就是改组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 国民党的1924年才 就是192 1912年成立国民党 1924年才开成 才召开国民党一大 你觉得很奇怪 这个其实国民党 不是没有开过成立大会 一大 听刚才说 怎么也是1912年 肯定叫一大 但是这是改组以后的国民党 这个一大 是比较共产党的 那个啊 来来搞的 这个呃 由于连共实际是连共产国际嘛 因为所以说呢 所以中共 中共的人呢 只能是以 个人名义 呃 加入国民党 这虽然 呃 这这这个就是 只能是这样 呃 所以那个连共 不是连 连中共 因为这个 因为共产国际是 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嘛 呃 所以他负着这个使命 帮助国民党 重建啊 重建 重建的国民党呢 这个 是不是就很有力量的 不知道 但是至少呢 这个建立黄埔军校 呃 按照 按照苏联 红军的模式 是改造呃 这个国民党的党军 这个成效是有的 后来实际上是 孙山那个跑到北方去吧 在这过程中 那个这个蒋介石是 呃 实际上是把那个 就是把这个 这个那些 孙山造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军队啊 都被改造了 清化的像湘军 在台海的湘军 成写的湘军 还有你比如说 还有干军 还有这个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广工军队 越军 听话都改造了 就你愿意改造就改造了 不听话的 像殿军和贵军就被消灭了 啊就消灭了 就以他们叛乱名义 把他们消灭了 就把他们 实际上把那些 把那些 孙山造的那些 那些乱七八糟的军队 全一烧尔空 完了那个 把 像游戏越军挺大块嘛 把原来的 首领 就总之 赶走了 完了就换人 改造后的 这个国民党民主党军队 就比较统一了 啊统一了 这个后来 实际上北伐呢 成功成功啊 实际上 当然跟蒋介石有很大关系 蒋介石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所以后来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呢 实际上是蒋介石是灵魂任务 但蒋介石这个时候呢 他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党力的声望不够 远不够 你看汪精卫啊 这个 对吧 汪精卫人家那个时候呢 是在汪精卫成大名的时候 蒋介石还是 陈其梅手下一个小马仔 所以他跟这不能比 他是好奇的 但是他实际上是 他是靠黄埔起家了 他又成功了 他一定要在党内建立一个名望 这个名望呢 他就他就采取办法什么 他就跟孙春山大关系 反正孙春山也死了 大关系 于是呢 这就是第一步先跟孙春山变成连桥 就是 变成亲戚 啊 就是 你你取的这个 宋家一个姑娘 我也取一个 啊 然后 就 到处渲染 他跟孙春山特殊的关系 啊 我看过展示的全集 那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这个大量的文章都在说 他跟孙春山关系这么好 尤其孙春山当时有封建 孙春山有封建说 谈不上什么 什么遇难 因为 曾经民部队并不想打死他 但是那个 他 他去了 他去了 去了 去了以后 跟孙春山造了张像 然后就 打了张像 不断的复制 到宋人 说他说的时候 说 我 我就是领袖 遇难的时候 我就跟领袖在一起 啊 李孙死我就死 啊 等等的 于是如此 就是他就 那 孙春山地位 就孙春山以前 即使在国民党内 也有很多反对者 也没 不是说一不二的 不是说这种 就是像 像毕宫毕建 一挑他的名字 他要起立 不是这样的 这些 这个地位都是 甲介石捧毁 这讲是 他又有政府 包括中山剑 包括那个 包括永锋建 改名为中山剑 完了 把中山剑 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 就圣物一样的 那都是 甲介石的功劳 但是把孙春 谈得特别高 孙春变成国父 也是甲介石台的 国民党的死家 也基本上 都赚在孙春 这个模式来写 所以 甲介石就 就是 就是 就是万劫不复了 因为甲介石就是 个反贼了 一个反贼 在他们 在他们的眼里头 就是叛徒 这个叛徒 就是怎么的 哎呀 其实甲介石 哎呀 怎么说 就是反正 就是因为 他这个 这个蓄势 没为 甲介石 属于他个人的需要 啊 个人的需要 才把这个 才把这个孙春 抬得这么高 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 那个孙春山 这个 这个崇拜的格局 神幻格局 实际上 就是个奠定 啊 这个 这就是我 对孙春山 这个 整个一个过程的 就是他的 这个 就他的 从 他大体上 这个革命 历程的 这个一个 一个梳理 所以反正你们 至于说 等着什么结论来 你们自己去 自己去 反正我也不想走什么结论来 反正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的 我是 其实我觉得 不论是西海革命也好 还是神山也好 对 需要去魅 都需要去神话 去神话 我们才能可能接近一个 一个人 他是什么 一个人 我们能接近他 我们才能去 才能去做研究 否则的话 他你是个神话 你做 就是 明明是历史研究 就能跟别人神话研究 这就很荒唐 啊 所以这个 就 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事呢 就说 你继续说 你们去得什么结论 你们去怎么想 你们去 反驳我 去讨论 我去讨论 或者去进一步探讨 都是你们的事 这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 谢谢大家 能听完啊 我再讲说 就到